头晕了,要解释这个问题 我看到两个眼睛很长啊 两个眼睛很长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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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觉是半眼睛啊 半眼睛 各式干着半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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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半眼睛就半眼睛 半眼睛就半眼睛 半眼睛了 半眼睛了 现在人们都是眼睛未闪 非要用眼睛看 但是他就没想到 应该用那个 看天数 看天数 看邻居档案 他们就没想到看邻居档案 看邻居档案的话 需要的答案都有 现成的答案都有 你要看那个万眼睛去 来辨别的话 要万眼睛去辨别的话 看到表面现象以后 然后怎么能获得本质的东西啊 还有很大的差距 还有很大的差距 这个时候看到飞铁啊 飞铁在转 飞铁在旋转 如果在万眼睛观察的是 这么一个飞铁在观察的途径当中啊 挡了路的话 那你万眼睛在计算的时候 你怎么也算不整啊 怎么也算不整啊 怎么也算不整啊 所以有时刻计算的是 同时机的差距很大 同时机的差距很大 如果在观察的镜头 镜头和目标之间呢 有一个飞铁在里面的话 那么 万眼睛就错了 万眼睛就错了 万眼睛的数据就错了 万眼睛的数据就错了 然后 然后 因为在宇宙里面的 现在飞铁很多 现在飞铁很多 当然我们眼睛看不见 但如果用万眼睛去看的时候 会把光线改变掉了 光线改变掉了 所以现在因为宇宙里面飞铁很多 所以在用万眼睛看的时候 这个 往往 就看不到真相 往往看不到真相 所以要建议人们呢 要学会 看灵界档案 看灵界档案 看天书 看灵界档案 看灵界档案 看天书 如果你一直用万眼睛去看的话 往往会误导 误导自己也误导别人 误导自己也误导别人 这个时候又看到了飞铁在转 飞铁在转 飞铁在转 如果飞铁这样转的话 光线就这样拐弯了 看检测的时候 光线就这样拐弯了 这样拐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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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线就这样拐弯了 这样就拐弯掉了 所以光线不是直线 除非没有遇到飞铁的时候 光线看出来就是直线 如果遇到飞铁就光线 不是直线 就打完了 所以一定要记住这个 好 再见 再见